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使徒行传》 15章30到41节 昨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决议之后 写了一封信 那他们打发 除了巴拉巴 保罗 还有犹大跟希腊 要去到安提亚教会 30节 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亚去 聚集众人交付书行 这个交付应当是公开的念诵 之后还有一些讨论分享 把这个整个过程说得更清楚 众人念就是念诵完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我们这整个过程看见 耶路撒冷教会 面对教义上的一些挑战 我们也看见圣灵在整个过程 怎么引导 怎么工作 怎么保守 对不对 这也是圣灵的工作 除了教会的开展 还有真理 使徒的教训 从耶稣基督那里继承来的 这个纯正的福音 可以被保守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这个信上特别讲了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这也是圣灵的工作 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特别指的是 他们也能够传讲神的话 就用许多话 劝勉弟兄 坚固他们 因为这个信是很简短 那背后就会引发很多的这个问题 包含我们说 那这样割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摩西的律法到底是什么 难道他们领受不是从神来的吗 这些内容就是希伯来书的内容 要去讨论的 很可能在他们当中的教导里面 也会去谈到这一部分 耶稣基督怎么超越献祭的制度 超越亚伦 超越摩西等等 所以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 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 平平安安地回到 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就回耶路撒冷 在这里有个小字 有古卷在持有 唯有希腊定义 人住在那里 比较可靠的超本都没有的 所以应当是没有这句话 很可能 犹大跟希腊是确实回耶路撒冷去了 可是后面呢 第二次步道旅行 保罗又带着希腊 应当是在安提拉教会的服事里面 保罗看到希腊的恩赐能力 他的心智 所以保罗又去邀请希腊 跟他一起开始第二次步道旅行 36节 我们到刚刚看到的是一幅很美的画面 教会面对教义上的一些纷扰 使徒们很勇敢地抛弃成见 抛开一些民族的主义 一些狭隘的偏狭的偏见 接纳外邦人成为教会 成为一体 成为一群 最后接大欢喜 外邦人也有些让步 犹太人也不再将这个重担 放在外邦人身上 36节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就是第一次步道旅行 这些城 看完弟兄们景况如何 所以这次去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回去了解状况 兼顾他们 现在有手机 有电话 当时候是没有 离开之后真的就 基本上就没什么消息 很难 除非有人过来 跋山涉水来告知 所以他就很想再回头去兼顾 第二个呢 也是要带着这封信 在16章第4节那里说 他们经过各层把耶路撒冷使徒和张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尊所 也就是这封信 所以有两个目的 去兼顾 并且也带着这封信 去到这些教会 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童去 第一次不到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见过马可 很可惜 马可一半在庞菲利亚 他就离开了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巴拉巴想要再带着马可 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 可是保罗认为呢 不行 当时候他离开我们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 就不要再带马可 这里说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这里争论原文是激烈的争吵 很可能已经到有些情绪上来了 甚至彼此分开 原文是被动 甚至彼此被分开 就是说不想要在一起了 因为这个争吵 保罗跟巴拉巴分开 从前面我们一直看到上帝的工作保守 而巴拉巴跟保罗的侍奉也非常的同心 巴拉巴去介绍扫罗给耶路撒冷教会认识 让耶路撒冷教会接纳他 后来巴拉巴去到安提拉教会侍奉 又跑到大树去邀请保罗跟他一起服侍 他们两个一起被安提拉教会拆派出去宣教 他们在宣教旅程上面 一同经历上帝很多奇妙的恩典 而他们二人也一起回来 面对教会这种在信仰上神学上的张力 他们一同征战 他们是非常同行的伙伴 可是在这里呢 他们因为马可的缘故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争吵 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很快的想要去判断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 谁比较对谁比较错 应当是这个巴拉巴对吧 因为他是劝位子 保罗不也是人给你机会吗 不也是巴拉巴提醒你给你机会 那你怎么可以现在不带马可呢 我们有些人就会偏向巴拉巴 但是呢 有些人就会偏向保罗 不是哦 你看后来整个使徒行传后面 主要的记载的主角就是保罗 所以应当是巴拉巴太过意气用事 因为马可是他表弟嘛 所以有一点分不清楚这个事实 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快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审判官 要去讨论到底谁对谁错 不过我们知道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这里他并没有邀请我们做那个审判官 他很完整的很真诚的把当时候的事件记载下来 而这个分开呢 变成什么呢 就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巴拉巴后来还是坚持带着马可 一样第一站先去到塞浦路斯 就是居比路 一样是他的家乡 这变成是一个新的宣教队伍 第四十节呢 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 就保罗就带着希拉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宗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利家兼顾众教会 所以保罗呢 也带着希拉也出去 这个宣教队伍就变成两队 我们还是要回头来看这个事件 前面整个耶路撒冷大会 使徒跟中同工弟兄姐妹辩论 讨论真理 最后同心的做了一个很合一的 兼顾真理 也兼顾实际需要的一个决定 一个很美好的景象 但下一刻 我们看见 其实保罗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敬重的一个使徒 巴拿巴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慷慨 愿意提携后辈的一个初代的教会领袖 他们在这里竟然激烈的争吵 而且分开了 那在圣经里面有这段故事 我们还是要来看 我说我们不要太快设立自己做一个审判官 要去判断谁对谁错 路加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要邀请我们去判断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第一个是保罗和巴拿巴 我们看见他们也是人 他们是大使徒 可是我们也看见他们 有他们的血气的一部分 原谅我用这两个字 因为这里路加用的字词就是 已经带着情绪一个很激烈的争吵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理解到 使徒也是人 我们应当真正敬白的是神 不是人 上帝透过使徒们 行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奇事 建立教会 把福音的真理 全辈的真理传递下来 但是我们还是得知道 不过是人 我们在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 影响我们生命很多的 大牧师大牧者神学家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跌倒忍弱 我们会很难过 不过也是提醒我们 纵使神可以用一个人 做很大很大的事奉 很有果效的事工 人毕竟是人 我们要留意 不要把这种 应当给神的尊崇尊荣 给任何一个人 包含使徒 彼此之间 也会有这样的纷争 第二个呢 我们也看见 神使用了这一次的争吵 使一个宣教队伍 变成两队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 这个应用的界限 这件事情 神祝福了 但这不应该成为 教会可以冲突 吵架的依据 不能够说 你看保罗和巴拉巴 可以吵架 所以表示我们可以吵架 不 我还是得说 这个张力跟冲突 不是说谁对谁错 而是这个纷争本身 它不是一个对的处理的方式 第三个呢 我们之前有看过了 在哥罗西书四章 十到十一节 哥罗西书 是监狱书信 就是后期 保罗写的 他说呢 与我一同坐监的 亚历打鼓 问你们安 巴拉巴的表弟 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如果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就接待他 保罗特别强调 要接待马可 为什么呢 他也提到 耶稣又称为 尤识都 也问你们安 奉哥里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坐公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保罗说马可 是最后与他 为神的国坐公到最后的 而马可最终是 叫他心里得安慰的 在天国太后书四章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 是保罗写给提摩太 也是比较后期了 保罗侍奉的比较后期 他也提到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 这个你就是提摩太 要把马可带来 他说你来的时候 特别你要带着马可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在保罗侍奉的最后 他仍然惦记着马可 这个马可使他心里有得安慰 使他在传道的事上得益处 也就是说 至少我们从圣经里面 看到的这些经文 你们看到 这个宣教队伍分裂了 分开了 但是巴拿巴 他仍然发挥 神给他的恩赐特质 他去成全建造了马可 马可在第一次不到旅行的时候 他软弱跌倒 他离开 可是巴拿巴仍然带着他 不离不弃 建造他 帮助他 最终 马可也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 我们看到神也使用马可 第二个 我们也看到 保罗在这段时间 在巴拿巴建造马可的这段时间 他也使自己更加的宽容 他没有就此记恨 也就是说 从今以后 我是不可能再跟巴拿巴 马可同工了 也没有 保罗也使自己更加的宽容 重新接纳了马可 他也不会因为一次人的事物 就永远把马可打入人工 也没有 他也看见马可的成长和改变 纵使这个分裂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面有些难受 不过这是事实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如果在教会侍奉 有一段时间 你难免会遇到 或者你听到一些消息 教会的纷扰冲突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太快气馁 因为连巴拿巴跟保罗都会有冲突 对不对 教会是上帝的 我想上帝会介入 我们就继续祷告 依靠神 求神介入在 这些纷纷扰扰扰当中 成就他的美意和工作 不要太快气馁 继续的依靠神 求神介入 并且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在这些事上学习当学的功课 巴拿巴持续的建造马可 保罗也敞开心胸 接纳了马可 我想这才是对的态度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持续的发展 看见神灵在当中的引导和建造 然后我们也实际的看到 同工当中的奖励 巴拿巴和保罗 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 这个同工师徒 他们却在这一次的事件上 有了极大的纷争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体会明白过来 原来我们不过都是人 愿主你来实恩保守 有时候在同工关系当中 在教会当中难免有纷扰 主你帮助我们不弃馁 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 求你介入在我们当中 主求你来使教会 彼此在这些冲突张力里面 更多的成长 好像巴拿巴持续的补破口 建造马可 好像保罗也帮助自己 重新的接纳马可 主求你实恩祝福 也保守主我们在 使徒行传当中的学习 都成为我们自己 侍奉的帮助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